好 王進行我們今天的第二回合 新攻略機會賽 兩分鐘準備倒數 來 請主題 說到2021年疫情影響 許多人規劃要轉職 人類銀行調查了 2022年哪一個行業 新增的職缺率是最高的 A 軟體網路業 B 半導體業 我的答案是A 軟體網路業 鎖定 鎖定 半導體業不是星星向榮的嗎 沒有增加很多體驗 半導體業星星向榮歸星星向榮 但是現在應該是軟體網路 最把他答案 因為這兩年 沒有 應該是這一年來 大家都在講元宇宙跟那個 MFT嘛 那個都是網路的東西 軟體網路業 是嗎 請揭曉 星星向榮歸星星向榮 星星向榮就是星星向榮 到了歲末年終 就來統計一下 像是2021的這個 行事狀態以及2022 未來的景氣可以是如何 那麼其實經過的調查 就發現今年 通常各行各業平均的年終 大概落在1.1個月 那麼也是跟2017跟2019一樣 都創下了比較史上 最低的一個紀錄 那麼對於明年的景氣 反而大家是比較看好的 那麼在年終的部分 大統審出來會拿得比較多的 第一名是金融業 第二名就是半導體業 那麼在直缺的部分 其實目前缺最多的 就是半導體業了 可以看到南科 這個台積電設廠 還有很多其他的半導體產業 都是大舉爭彩 所以這個部分 也是贏過了軟體工程業喔 好 答題決定又到十號手上了 1分43秒 準備倒數 請 處理 日本小英文化盛行 其實最初貴族是 觀賞中國傳入的梅花 什麼原因才變成觀賞櫻花的 A 火災燒毀梅花 B 表示愛國的心意 我覺得是 A A 處理 火災能把梅花燒光光 大概是什麼火災啊 應該是感覺有一個情境就是 情境 可能一個貴族 王室 然後他在展覽一個梅花 結果發生一個意外的火災 然後燒光光 所以臨時趕快把櫻花搞過來 可能旁邊有個櫻花之類的 然後正好盛開 然後就 就 反正是有一個事件 如果沒有叫你停的話 如果沒有叫你停 你會講多久 為什麼 沒有 就是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故事叫做好概念 對不對 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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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請 介紹 可以看到了 日本早期都是一直在模仿 中國的文化 所以當時中國的僧人 他們把梅花 這項花會帶到日本之後 就像日本的貴族 就開始習慣要賞梅花 並且飲用詩歌 那那個時候是奈良年代 但是一直到了平安年代 有一次在這個皇室 產生了一場大火 把這個梅花樹給燒光了 那貴族就開始引進了 是處於日本本土的花卉 櫻花 那後來櫻花也跟皇室的形象 做了一個結合 才都全面改成賞櫻的活動 所以這個應該在幕府 將幕府時代之前 沒有 已經送了 已經送了 到送了嗎 對 因為一二零零六年 是那個陳吉思涵 他開始統一大部分的時候 所以一一九二是在跟他之前 太強了 太強了 王婉綺 那要附帶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上網 那邊可能都要改一下 因為其實櫻花最早是 喜馬拉雅山那邊 然後後來到中國 然後最後到日本 那也有一部分的品種 到韓國這樣子 它順序是這樣子 你要不要換個白色的洋蔥 去站那裡 如果我們有舊的 就提供給你 要剩V的嗎 陳韻璇加油 請修出命運獎金數 來 看看這一集長什麼樣子 最少兩百 最多兩萬 請選擇 命運之牛在你手 越大越風流 恭喜 得到一萬一 繼續答題 一分二十二秒 準備倒數 來 請 出題 我的答案是 A A 社交能力 說定 他這倒只記得怎麼破關 然後走什麼路線 那不是記憶能力嗎 可是現在他們玩的是 無打舞 你知道嗎 社交無打舞的那一種 那個要社交 就是你要跟你旁邊的那個 輸出 傳說 對 你要跟他溝通好 或者是你來一起去打 某一個塔 對 這太厲害 社交 親戒腳 牛津大學這個研究了 十到十五歲的孩子們 結果發現 當他們每天有固定一個小時 打電玩的習慣 其實可以跟其他的小孩子 有更加的良好的社交上面的互動 但是這僅限於一個小時 短短的打一下 但是如果你一天 打的這個時間 來到三個小時左右 反而會造成負面的效果 讓你沉浸在網路世界 失去了跟真實世界的社交能力 請修出這一題的 命運獎金數 請公布 兩百到兩萬 請選擇 真厲害 恭喜 兩百元 對不起 拍不像 你看 五個號 五個 有沒有 你就有本事找得到兩百在哪裡 你看厲不厲害 還按兩次 真的沒有四個兩百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質疑我們呢 我們五個選項裡面有四個兩百 你自己看啊 太準了吧 真的喔 那準備 一分零七秒 請處理 機械史專家曾經列出五條 眼淚愚蠢基本定律 請問愚蠢的黃金定律是什麼 A 蠢人害人又害己 B 蠢人比你想像得多 都是啊 什麼 蠢人害人又害己 難選 多 難選 我的 我的答案是B B啊 鎖定 愚蠢的基本定律 這哪一個是他的黃金定律 B是一個感覺 好像有點在罵人的 就是感覺不太像是這個答案 因為這個答案有點誇張 可是我們就覺得 好像就要選他 不啦 我都是這樣想的 蠢人比想像得多 你覺得這句話有點誇張 不誇張啊 蠢人很多耶 蠢人真的很多 可是書上會這樣子 直接寫出來嗎 真的會 所以就是B 我覺得 你平常每天回家 會花多少時間在角落 跟自己講話 我都打電動啦 打電動也是一種 跟自己的對話 請介紹 在這個人類愚蠢基本定律的 第一條其實就是告訴你 蠢人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 因為我們永遠都會低估身邊 以蠢的人的數量 那麼第二條是蠢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以一個人格特質 來推測的 不管是什麼國籍 什麼人種 什麼膚色 蠢人都很多 並沒有哪一個種族的蠢人特多 但是第三條才是黃金定律 就是蠢人害人又害己 因為蠢人他們就是蠢 他們做了一些壞事 也是無心的 但是不僅害到他自己 還害到了一整個群體 所以這個裡頭就有告訴大家 蠢人比土匪還可怕 許厚 把42秒留給了侯宗鴻 準備 請 出題 答案是 A 睡眠長度 鎖定 鎖定 因為我以前有用過這種APP 這種都是一些免費的APP 然後我發覺 奇怪他可以知道 我在打呼沉睡的狀況 所以那睡眠長度 因為你有時候醒來 還有旁邊如果有其他人 因為是家裡人睡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他容易被外界的身心手干擾 所以他要測我的深淺度是OK 但是如果旁邊有人的話 他很容易就會被干擾成 你是要一直睡覺 或者說已經早點醒過來這樣子 來 請接腳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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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喜歡用裝袋式的裝置 來看看自己的睡眠狀況 那麼要告訴大家 在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測試你清醒跟睡眠狀態的時候 準確率大概是78% 但是測量睡眠長度的準確率超低 只有38% 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些人 睡覺的時候習慣比較不好 常常會頻繁地翻來翻去 在這個翻來翻去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穿戴式的裝置 就比較測不出來 你還是不是在睡眠的狀態了 就可能會把你中斷了一下 睡眠長度的偵測 好多忙準備 看看你的運氣有沒有比你割好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最少三百 最多三萬 命運之牛 請選擇 漂亮 漂亮 你一定是曾雲璇的同學 恭喜得到三百元 因為我多一百耶 難怪我哥會繼續打對了 你給他壓力就對了 來 請出題 我們過生日時都會吃蛋糕 我們過生日時都會吃蛋糕 吹蠟燭 請問這個習俗是 源於古希臘時代的哪一種信典 A 城邦間的聯姻 B 祭祀 月亮女神 太難了 沒想過這個問題 答 B B 所謂 選A 為什麼不是城邦間的聯姻 吹蠟燭 我覺得應該是在晚上 聯姻可以是白天 祭祀 月亮女神應該要在晚上 所以蠟燭應該擺在晚上 才會有那個閒眼的狀況 請你介紹 好強喔 這蛋糕吹蠟燭的習慣 是來自於古希臘 他們要祭祀月亮的女神 阿提密斯 那當時他們就會用蜂蜜 灌到這個蛋糕裡頭 蛋糕做一個圓形 代表著一輪明月 上面插滿了蠟燭 就代表著月亮的光輝 而點燃蠟燭之後 會有鳥鳥的這個清煙 就像是把人們的敬意傳達到 月亮女神的這個天空當中 那麼後來呢 他們就也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幫孩子們慶祝生日 才有了後來的先祭蛋糕喔 侯中寶 我覺得我壓力很大 嬉皮笑臉的侯中寶 目前獎金數最低 準備 秀出我們的命運獎金數 請看 最少三百 最多三萬 請按鈕 命運之流又在你手 越大越風流 小心按 小心玄 恭喜得到六千年 好 接一段請再報告一下 侯氏兄弟一萬零三百元 不錯 有進步 王環奇 江環化 目前第二名 一萬三 徐浩趕上來了 一萬四千四 你要換 我要換 有人要換 來 鄭英軒 你的手機不怎麼樣 來 過來 江環化怎麼了 你要換回來 對啊 因為今天選到最高獎金 就只有我選到過 唉唷 唉唷 王環奇 毫無他只要舉牌就要換 來 請起禮 OK 不用緊 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